当时我是刚毕业 刚出来工作 然后一个月薪水 两千块钱左右 然后房租都要交一千多 他当时还有我的生活花销 大约一个月要在三千左右 完全就超负荷了 然后我就寻思到 你是觉得我是你的负担吗 没有 不是 这有就是有 干嘛说没有 你说完账就说没有 可能当时觉得 你就是这么说吧 是不是那会儿觉得 我的收入谈恋爱 我有点谈不起 是 当时觉得有点谈不起 第二个就是 当时他脾气也挺大的 凡事就我给他 有争执的地方 他就一通说我 然后我工作的事情 给他说过一次 就我实习的那个公司 他说你早点换工作吧 你不换工作 我就换男朋友了 但是他的工作 确实是看不到前情 他在他亲戚手下工作 完全都没有上身的可能性 我让他换一个 就是自己去打拼一下 我觉得我没有错 我只是给你提建议 不是说什么数落你 我也是想为了你好 最主要的是 就我们分手之后 可能半个月的时间不到 他又找了一个 我是因为赌气 那个男生就正好在追我 但是我不想接受他 但是他那段时间真的 让我删透了心 那个男生正好在追你是个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是跟我分手了吗 那个男生就追求我 他无缝链接是吧 不是赌气也好吗 这个词更准确 这个词更准确 他说我无缝链接 但是我和那个男生在一起过后 其实只是为了赌气气他嘛 他也和别的女生 就是亲密拍照 就头挨着头 脸贴着脸那种 拍了照还发到微博上面 他平常都不发微博的 他就是故意给我看的呀 那你还不是一样 但如果不是你的错在先 你不提分手 会有后面的事情吗 我们分手之后 你为什么找一个男朋友啊 气你啊 就是气你啊 那后来呢 后来怎么又在一起了呢 他找我复合了 你又去找他了 最后还是忍不住去找他了 我跟他合好 也是觉得他曾经真的对我很好呀 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每天都可以安排好很多事情 就是一条龙服务那种 然后他也给我提包 在恋爱当中建议你 千万不要想当初 主要是看现在 对 合好之后怎么样 当时我没帮你提包吗 基本上每次的出行 他的包都是我帮他提的 但是偶尔我会有一点小抱怨 他就不高兴了 提包是小事 随时给我发脾气 那另外的事情呢 我是属于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嘛 然后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会给他准备各种惊喜 他生日的惊喜 然后什么跨年 我就会给他准备惊喜 但是他从来没有过 从我们谈恋爱到现在 他从来没有给我一个惊喜 哪怕一朵小小的花都没有 我没给你买礼物嘛 你指的是发链接买卖 就是这样 你发链接给我吧 我把你买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意义呀 我自己都可以买了呀 我又不是想要你那个钱 只想要你那个心意呀 我觉得买礼物这件事情 我怕我买了东西 他不喜欢 他用不上 但是这种事情 我跟你讲过呀 你发没发吧 姑娘 发了呀 发了你还抱怨什么呀 但是我 发了不就说明 你认可了这个行为了吗 但是前两次我跟他说过 我说我不想要这种链接 我说我希望有一个惊喜 就是我这种事情 我是还是很和气地 跟他说过这种事情 但是他还是没有实现过 我们过年的时候也是 就跨年的时候嘛 他也没给我准备礼物 就是我们朋友聚在一起嘛 他们的男朋友 全部都给他们准备了惊喜 然后就我一个人 就感觉特别可怜 特别孤独 就在那一刻对比之下 就觉得很难受 不是 他在嘛 他在 他在你还会觉得孤独 不是 他们的男朋友 给他们准备了礼物呀 就是惊喜嘛 就是很用心 但是他却没有对我用心 我最后叫你 把你自己喜欢的 发给我 我给你买 又是老套路 就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心寒 所以今儿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女生 我就是想让他改变一下 他对我的态度那些 能够为我去改变点东西 还有他在他工作上面的态度 我觉得他对他工作不善心 所以导致他的 就是经济上能力不行 然后他以经济这个能力来 就是说我们不合适之类的 这种事情 他的意思就是想让我换工作 之前的时候我不是说过嘛 我刚进这家公司时期的时候 是拿着两千多的底薪 然后现在的话大约是五千多 他一直觉得 我这个公司没前景的 一直想让我换工作 我真的只是想为你好呀 我只是想让他改变一下 我要这么理解 就是说钱他挣得少呗 不是呀 我从来没嫌他钱挣得少 那是嫌啥呢 就是我想为了我们的未来 希望他也能够多努力一点 而不是说就是挺努力的 大学毕业两年 从两千多的这个工资到五千多 不是挺努力的吗 是偶尔 偶尔也可以了 大学刚毕业没多久 你还要挣多少钱啊 是他平常态度的问题 跟他这些没关系 因为他的态度问题 让我看不到未来 我就觉得 万一他这个公司没有 工作没有了 他怎么办 他就没有其他的能力可以做了 那是他的事吗 因为我足够爱他呀 我足够喜欢他 我觉得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这个逻辑我没听懂 就是我是特别操心的一个人嘛 我总是想去 操心他所有的事情 累不累 累 那也许他一辈子就这样了 他可能就不是一个 我就要拼搏 我就要往死里干的人 我就这样 我很安逸地 慢慢地舒适地往前走 这个你接受吗 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 但是我有感觉是因为是他 所以我感觉我又能接受 所以我觉得很矛盾 好 好